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在出发的一公里两公里以后就是有一个H级难度的一个铺段 相信今天的车队拼真的也是比较厉害 现在大家看到是绿山和黄山在一起要合影 这是远点山格尔德 其实我一直都比较关注这个格尔德 他因为今年已经39岁了 可能对于这个自车运动员来说39岁 应该已经是特别人了 现在已经出发了我们的这个大集团 今天呢因为在两公里就开始了逐渐的爬坡 所以说呢对动员来说一个非常具有性的赛段了 是的 现在大家看到整个车是以一个大集团的一个形势在前进 因为今天一开始在两公里处就有一个H级的一个爬坡点 所以车队相对来说就是进行的这个速度比较保守 大家看到现在是176号来自山东横翔的一名选手 他可能是从这个大集团掉下来了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弯度真的是非常的大 而且呢这个转弯呢特别的多都是这个S型的 所以呢在这个转弯的过程当中 朱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在技术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运动员们节省体力 能够更好的通过的一些方式呢 是的 一些优秀的选手和有经验的选手 他们会在进入弯道前提前去找一些最佳的一个过弯的一个位置和角度 然后有利于在这个弯道上坡的时候呢节省自己的体力 好 现在呢依然是在爬坡 我们看到有一些运动员他们的速度应该是已经慢了下来 好 现在是到了第一个爬坡的冲刺点 大家看到应该还是有这个51号格尔德 好 这个海拔有3740米是一个特级的爬坡点 对 这个格尔德的爬坡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强 现在大家看到整个车队是在一个下坡状态 下坡的话我们的选手们骑行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 是的 是的 今天的下坡速度最高时速达到了将近接近100公里的时速 整个车队的行进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现在看到大家看到还是来自伊朗大布里斯石化队的格尔德 好 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出京的这个共和 应该是已经迄行到了50公里左右 对 是一个平路的冲刺点 今天车队整个的安排 战术安排应该来说是比较激烈的 因为现在黄山的拥有者跟第二名的这个累积积分呢 它是不是相差很多 车队整个今天的战术安排应该是要让这个黄山的拥有者 玻璃佛大 要保住黄山 看一下整个车队会在今天的这个爬坡的路段有没有一个什么的作为 好 这已经是到了柳梢沟隧道 这个隧道呢长达到了3811米 那在这个隧道当中我们看到提醒速度毕竟不是特别的快 现在已经出来了 对 整个车队 我们看到还是一个大集团的形式啊 是的 是的 车队在经过一些隧道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光线的突然变化 所以整个车队他们行进的速度会相对来说保守一些 当然有一些车队也会在这种时候呢 发起一些攻击来做一些突围的一些出击 其实像一些爬坡能力呢比较突出的选手 现在应该是已经为这个圆点山而蠢蠢欲动了 而且他们应该会冲出大团 现在整个车队看到是由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车队 来整个控制车队大集团的一个速度 因为我相信现在这个个人总成绩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大维德诺克 他跟第一名的布里佛大争夺相非常非常非常激烈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伊朗大布里斯石化队的格尔德 现在正跟自己的对车呢进行一个交流 对他应该在拿一些途中的这个补技 应该他现在是突出大集团在最前方 好现在已经是有人的这个突出了 希望他们三个人能够持续住保持住这样的一种状态 而且三个人的节奏还是一样的 对这个中间是应该有玻璃佛大 黄山的拥有者 其实朱老师今天的这个路面状况啊 风景确实非常的迷人 而且呢路面状况其实也很好 而且是非常的多变的 我想选手们也是非常享受这种骑行的一种乐趣 是的 现在看到是西班牙的一个格尔斯车队 他们应该在做一个追赶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整个路段的赛段的这个状况 是有两个比较难度大的两个爬坡点 整个车队都会在这一方面做一些战术安排 有利于比如说一些车队的爬坡能力比较强 他可能就会安排自己的车手 在这个赛段做一些主动补击 是的没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一个弯道 所以说我们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 是的是的 在进入弯道的时候 车手都会选择自己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 大家看到在补击点 但这个补击好像没有成功没接到 是的刚才因为是这个 大家看到可能是这个远点山的格尔德 想从工作人员手中拿一个补给弹 但是因为没有拿完 可能没有成功的补给 现在看到是有五名车手 这是一个突出的小集团呢 其实今天突出确实非常的难 因为都是这个爬山的路段 或者是这个下坡的路段 在整个爬山和下坡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我们的运动员们也是要注意各方面的技巧 才能够顺利的完成的 在爬坡路段一些爬坡能力比较强的车手呢 他会在选择一些战术安排 包括一些运动这个持笔的安排 就是变速系统的一个持笔安排 包括一些龙组的使用 因为在平路赛段 大家可能会用一些比较宽的一些龙组 那么在爬坡的时候呢 会用一些比较窄的 比较轻的 更轻的一些龙组 包括车手会在出发前 他的车队教练 对车手的身 车身和那个身体的补给 都会给一些减轻重量的一些安排 好 大家看到今天有一个 天佑德 天佑德有一个车手 应该是他们的这个外源车手 对 罗德里格 应该是第三个通过本赛段的 一级爬坡点的 爬坡点的一个冲刺点 他今天应该有一个冲刺点的积分 刚才大家看到 上坡之前 车手都会尽量减轻自己 车身和自己身体的一些重量 包括少拿一些水啊 还有一些补给 然后等到下坡 或者到了平路的 赛段的地区的时候 再去跟对车 举手示意 再去跟对车 去拿这些补给 目前看到的 又是一个下坡的路段 其实在下坡的过程当中 选手我们他们的 提升速度 依然是非常的快的 我想请教一下朱老师 这个下坡是不是 难度系数 要比上坡还要高一些呢 是的 下坡考验选手的控车技术 包括在安全系数方面的话 下坡的这个难度 要比上坡更加要难一些 下坡对整个车手来说 他要在提前进入弯道之前 要有一个速度掌控 包括对弯道的一个 就是专业的数据叫切弯 你会去找一些角度 包括对跟他同行的车手之间的距离 都要有一个把控 所以下坡对车手的要求来说 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 现在已经是到达了终点 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争夺 最终呢 我们的参赛选手 我们来到了终点 我们来看一下 冲在第一位的室 应该是法国马赛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至于有一个定义 我们前面就会有机会 因为那个青鸡肉的帮助 还没有在这个阶段 在最后我会出现 跟一场合唱的 然后我们对 Next 都被拒绝了 然后到来 之后 这做得了好 他们做的工作 Rémy和Antoine 今天他们都非常给我的 他们都做了 所以我没有保持 我把我损成 我损成的 我损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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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练习的 我们现在看 看一下颁掌台的情况 那最终的法国马赛苹果队的瓦奔泽西 以4小时51分23秒的成绩 夺得了赛段的冠军 西班牙布尔格斯队的奥佐罗 和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队的大卫德诺克 分别的位居第二名和第三名 现在大家看到的颁发的应该是 亚洲新人最佳奖蓝山 由阿斯塔纳车队的大卫德诺克付的 他今天应该是收获了亚洲新人最佳 还有绿山 黄山 基于益山 现在颁发的是远点山 那我们来看到的依然是 伊朗大布里诗诗话队的格尔德 那今天依然是保有远点山 接下来颁发的是绿山 依然由大维多诺克来自阿斯塔纳车队的 车手获得 今天因为之前的绿山保有者 玻璃佛大因为机械事故的原因 没有在第一集团到达终点 我看到这个总成绩和第二名只有一秒之差 现在玻璃佛大它的总成绩比目前的黄山保有者 是差了一秒钟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赛事之期 也感谢朱老师和我们共同的解说 选手们所骑的公路自行车 又叫做自行车赛车 可能电视机嫌的观众朋友对它也不是很了解 那就告诉大家吧 它的重量只有五公斤左右 非常轻 所以对车子的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这个大胡子名叫杰克 听说他的偶像就是NBA 休斯顿火箭队的著名球星 大胡子詹姆斯哈登 他是美国五小时能量队的机械师 每天车队在出发前或是比赛结束 杰克都要把每个车手的赛车全部拆卸 从头到尾检查一遍 对于一个车队来说 机械师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车手在骑行的时候 一般车速大概在每小时四十公里左右 当遇到下坡时 最快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八十的速度 所以在这种高速状态下 车手们的赛车一旦有一个环节出现状况 后果就不堪设想 可想而知 一个优秀的机械师 对于一个车队的重要性 而杰克就是一位优秀的机械师 不论是领队还是队员 都对杰克充满了信任 美国五小时能量队成立于五年前 这支车队的冠名赞助商 五小时能量 是一种与红油相媲美的功能饮料 这支车队同样能量十足 车队除了一名加拿大车手外 其他都是轻一色的美国人 领队柯瑞尔更是在当车手的时候 拿到过五次环法的前十 车队在格瑞尔的率领下 生机勃勃 新熟一家 今年是五小时能量队首次参加黄湖赛 也许是海拔的原因 他们目前为止的表现还不是很突出 明天将要进行第六赛段的争夺 相信通过前五个比赛日的适应 他们在今后的比赛 必会有所突破 感谢观看